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等于任何外国人来这投资 基本上就是 你就是我的国民 你几乎什么行业都可以做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这就是一个他的非常特别 他又用美金作为他的主要交易货币 哎呀 你没有货币贬值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他呢这个领导者洪生总理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有国际观 然后全心全力要推动经济发展 所以当我做了这个决定选择了柬埔寨 我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 那个过去有一个国家级建设的一个 一个全integrated那个仿制工厂 20多公顷 里面有自来水厂 有发电厂 有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都有了 污水处理厂都有了 可是荒废了十多年 没有人开得动这么大一个工厂 那么我去呢就是觉得天吃良极 又是出口又欧盟给了你这么多的优惠 这个国家的政府就很努力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把这个工厂接锁了 六个月枕动完毕就开始出口了 这个给了当时的总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惊奇跟赞叹 他带来文武百官 坐飞机来给我剪裁 那么也就是他动乱之后 一个最大的国际的投资 那是哪一年 那是就是1998年 哇那您这个就是事实上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投资啊 就是要在乱世之中啊 这个就像是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啊 台商啊那些人跑到1989年 像什么什么康师傅啦 旺旺啦这些人跑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哇那个不得了 那这些人现在都成了 这些人当时也冒了很大的勇气 您的话也是在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动乱之后 的这个一片凋零1998年 你勇于去投资 哇那他们太感激您了 是当时对总理在想说 就是第一个对我肯定的外赏 如果您您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投资的特质啊 就是说是我觉得 您有这个take risk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如果是其他的人啊 要是我讲说大家 或者一般的台湾的 我有很多客户是这样 大家觉得说再看看吧 现在这个哇这个战火 刚刚的结果一片的凋零啊 我们不要做第一只领头羊啊 我们等到别人的话 我们做个follower就是了 但是您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还是说这是您的personality 您为什么那么勇敢的抢劲呢 我觉得是从菲律宾的经验 因为刚刚把马克思赶走全国在动乱之中 然后再来加工出口区 从五万人变成了五千人的一个工业区 我们去了 那当然他觉得你太棒了 你来来我这里投资 可是从我的角度 因为当时我过去在SGV 啊那么对菲律宾有一定的认识 然后他的典章制度SGV Anderson Consulting 他在讲他的SOP 在讲什么 头头是道啊 那这个国家要整顿起来 他的规范 你去了解他的整个的纺织管理系统 经济部下辖的纺织管理系统是公开透明的 你一读就懂你就知道他是在在怎么样帮助你的外销作业的 你到了其他的国家东西国家去对不起没有 他都基本上好像把它当成密集一样不告诉你的 那菲律宾就让我觉得虽然在动乱 可是他基本的法令规章都有 这让我安心 然后再到加工出口区 在一片动乱之中加工出口区留了我一个很安定的环境 别人在安在在worry罢工问题 三十年来我没有罢工的问题 而且好几个工厂好几个工会没有一次罢工 那您在这个柬埔寨也是这样子吗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就觉得 当他在政局安定之后迎来的是一个机会 那你又发现说欧盟对柬埔寨有了一个这么样宽松 除了武器之外所有产品免税啊 这你到哪里去找呢 那么对于现在想要去的不管是台湾的企业家 我讲的不一定是菲律宾或者是柬埔寨 想要到东南亚去的这个台商或者是年轻的朋友 就您那么多年的走过来一定有很多这种经验教训啊 辛酸酸甜苦辣的历程 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越南当然在过去十年来它都是首选 嗯 越南都是首选 可是也就是因为首选 再加上它的边境北越边境呢 是跟广西啊 那么毗临 它的物流啊 就等于它的中国大陆优良的供应链也可以给予它的北边 所以电子业在北越就很方便 蓬勃发展 那么甚至于三星在里面的几十万员工 全国出口的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都是三星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越南它的供应链非常非常突出非常优秀 可是也就是因为这几年就尤其是当时大家都觉得美国可能会TPP给它免关税进口 它走在前面了啊 所以一窝蜂的台商跟大陆商商都到了越南去了 可是也是因为如此 那么它的整个土地的价格好暴涨 那么人力供应比较紧张 电力供应比较紧张 它现在的出口成长的情况非常突出 非常好 那么可是当然今年也碰到了 去年也碰到了三四五月 疫情特别严重 它在南 就是胡志明市几乎很多的工厂 大概只有50%的驾动率只有比较低了 整个中南半岛在当时 我倒是觉得可以给一个数据给大家看了 就是不只是越南 包括泰国包括马来西亚 缅甸动乱不说了 缅甸几乎是产业全部都是崩坏了 可是当时在三四五六月的时候 越南的胡志明 泰国整个泰国整个马来西亚 通通受到影响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柬埔寨竟然几乎全国注射三剂疫苗 超过60% 到现在它还是 那么像我们的经济特区里面 大概占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可能6% 出口金额占了全国出口的8% 我这样的一个经济特区 在去年几乎每一个月 大概出口额增加4% 我的用电量 从一个月700万度电的用电量 到现在是1200万度的用电量 你就晓得这一段时间 柬埔寨表现非常突出 您还会在柬埔寨 我知道好像曼哈顿还有第二期的开发 是我们还有一个第二期 开始了没有 已经差不多已经在差不多 整地整好了 已经在启动 启动了 恭喜您 那现在有厂商进驻了吗 很多在排队 OK 一方面它当然是因为它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的 一方面是因为 没有受到像中国大陆跟越南 是社会主义国家 它有一个叫做 它的租赁土地使用权 几乎叫做就像台湾的地上圈一样 它就是40年50年 我们可能可以永久持有 永久持有 那么地价当然也 柬埔寨当然也有它的 另外的价格上的优势 那么我觉得呢 现在企业家来看整个东西 整个东西都是我们的市场 是 因为东西国家的协定 那么更何况 我觉得 不只是这样看这几个国家 像马来西亚 很多人忽略了还有一些很棒的地方 就像我说菲律宾的整个的南部 明达纳尔那一块地大物博 那么也不要忘了 东马也在开发 东马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对企业家来说 要看它的行业 它的行业在整个东西都可以来 选择它最适合的地方去 也不要说 这个菲律宾比较危险 柬埔寨怎么样 其实后来都证明 每一个人都可以 整个东西都非常有潜力 等于说 每一个产业都可以找到 它自己的利益点 太好了 那么我今天还要讲 给年轻人讲 你看到我们整个这个 现代的时代里面 你做什么行业 都可能可以出人头地 不需要 一定要去念奠基系 你看一些伟大的 这些音乐家 体育家 在全世界都可以 展露头角 你看我们台湾有好几个 等于是首富级的 这几个人 他自己 对他的下一代 甚至还没有 还没有要求说 你要好好跟我念书 你要念一流的学校 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人 他的特色都可以发挥 各个行业 行行出状元 对 所以 但是我也有一个体验 就是说 你所有所学的 你所有所念的书 不要限制于课本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过去我读的很多的书 到后来在社会上用的时候 我都觉得可以旁 叫做旁征博引 信守年来 从来没有说 读了一本书是没用的 都在未来 可以发生作用 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 每一个各行各业的人 他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师父 第一个小铁 他也可以帮忙 他跟他一起